来看一下AT对阵ALL7的一个第二局上半场 这把的话呢是搬掉的纪录员继续放你女巫 但是穷子这套阵容其实我是不太看好的 AT这套阵容去打女巫 机械师这个点但凡被抓 我觉得光靠古董伤一个人打架是打不活的 这个话我是不是上一局也这么讲 就这套阵容打女巫 那你得看机械师能不能扛住了 这里选择来抓古董伤吗 这古董伤 抓古董伤抓病患呢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话女巫带的是闪现 女巫也知道这样的地图不好打 他选择带的是张皇 加挽留的一个闪现女巫 第一刀这边是没有机会的 这个位置其实打古董伤 闪现女巫抓古董伤真不是一个好选择 测古董伤操作起来的可能性就挺高的 这可是永哥的古董伤 就可能有些观众对吧 因为有些评价对于永哥来讲就不是特别正面的评价 但是有一说一啊 永哥这个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操作实力是摆在台面上面的 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么一个实力选手啊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永哥好像对吧 永哥哪里有问题 他真的 我觉得他的实力不亚于任何一个 职业选手啊 其实你们可以看啊 虽然说这边这个飞轮没有躲掉这个闪 但是他交飞轮的时机其实跟这个闪现的时机是差不多的 并且呢 我们不要看这刀他打没打中 你们要看的是什么 是看这一把女巫去抓诺西的这个古董伤 你看外面的密码机 你再想想我前面给大家分析的 他这边去抓这个古董伤到底有没有赚头 现在总量加起来都已经接近三台机了 这个古董伤手里还有半拿棍子 这古董伤都不知道该怎么击倒了 这边追了一刀病患反手过来抓病患吗 这边原生信徒压着机子其实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寄生信徒这边的话交闪现抬了这个古董伤呢 也没时间去挂 我觉得这局应该是趋向于一个四人开门战了 趋向于一个四人开门战了 这个开局 击倒的太慢了 就还是怎么说呢 不带放狗的女巫去抓古董伤 但抓就放狗女巫抓古董伤也得看位置 核心问题就这把刀抓古董伤真的太难了 给自己挑了一个地狱难度 这的话穷者想补一波状态 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那就击倒这个古董伤然后同时那边还要去把这病患秒了这个局才有可能盘活 一棍点出一个4秒的指格 都现在没有办法去击倒啊 这个古董伤 这个古董伤 如果说佣兵能保个蛮血因为这个四人开门战应该是锁定的 这边的话着急交了个闪没能打到 再追 飞轮顶回身下板 一刀抽抽倒 但是这边消信徒 那要过去补信徒 补信徒的话原生信徒这边就拉走了 球者这边的话状态已经全部补好 古董伤甚至这个时候还能翻箱子 介石也能有机会去翻箱子 傭兵来救一波人 薄命还能换位置 继续用原生信徒压住鸟龙的机子 但这个鸟龙的机子压不了太久 压不了太久的 傭兵就一波人这边打一刀 你待会就得走 球者甚至可以外面存起鸡子 不着急的对吧 我们这才挂上人呢 第一波挂上人 这四分钟以后了 怎么的 你一个张狂女巫我知道了 你带的是闪现我知道了 你总不可能不带挽留吧 那你不就没底牌吗 你没底牌 这边的话还是一个没搏命的机械师 偷了一波人 把这边的病患给偷走了 我那个老天爷这波病患被偷 傭兵还留下了个薄命 强行帮帮消信徒 这个信徒一旦去了 这四人开门站坐实锁定 没办法了 女巫这边去 补信徒 他就会拉脱 拉脱了以后呢 鸟龙那边的密码机就放出来了 鸟龙那边的密码机就放出来 你再回升过去的话 这个机子可能就压好了 现在就只能看 我感觉都有四跑的可能性 感觉都有四跑的可能性 对不对 然后你们再来看 这局的四跑面谁打出来的 是不是古董商前期的牵制 就古董商虽然说当时那个飞轮 没有能躲掉那个闪 但是他总体上面来讲 该做的全部都做了 做的而且很好 现在穷者这边 拥兵是一个满血带护币带薄命 闪现过来压住 那搬运吧 还怎么说 穷者这边门已经开了 三个人在大门集结 原生性都顶过去 赶走 怎么地留一个 有想法吗 这边可以有想法 你别说这个挂的这个位置 拥兵有点想法 没毛病的 可以有点想法 这拥兵捞下来有个搏命的 他如果想就 当时这边踢墙 这个位置就 哦不行 这个位置的话不太够 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有祭司 有洞可以 没有的话呢 需要干嘛呢 需要拥兵换一个护币给过去 可能才有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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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